好,看到了《馬可福音》第十二章 很奇怪,跳來跳去,上次是說第十三章 今次又回頭了,說第十二章 之前也說過第十二章,也說過再之前的第十一章 記不記得?《無花果樹》的比喻 也說過《無花果樹》接著《潔淨聖殿》 這就夾在那兩段經文的中間 我們今天去看這段經文 大家一起打開你們的《聖經》 我們在你們鏡頭前一起讀這段經文 《馬可福音》第十二章 由三十八節開始,七節經文很短 大家一起讀吧 耶穌教導人的時候說 你們要提防經學家,他們喜歡穿長袍走來走去 喜歡人在始終深向他們問安 又喜歡會堂裡的高位、現值上的守衛 他們癱瘋了寡婦的房產 又假裝作尋長的祈禱、討告 這世人必受更重的而刑罰 耶穌面對銀婦坐著,看著大家怎樣把錢投入婦中 許多有錢的人投入很多的錢 後來有一個窮寡婦來投入了兩個小錢 就是一個同錢 耶穌把門徒叫過來對他們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窮寡婦投入婦女的比眾人投入的更多 而因為他們都是把自己聖餘的投入 這寡婦是自己不足 他把他一切所有的就是全部養生的都投盡去了 這段經文你剛才讀的時候很奇怪 通常我們只看窮寡婦那段經文 我想從小時候都聽老師教導 到在港台上不同的牧者或者傳道人 可能分享這段經文的時間 我們都有差不多的領受 但是如果我們剛才讀的那段經文 好像將前面耶穌叫那幫門徒 提防那幫經學家的那幾節經文的故事 陷進去看的時候 好像有些什麼一樣的圖畫出來了 而且這兩個故事好像表面上看的時間 好像不是兩個很連接的故事 但其實不是的 當我們看的時間是很有趣的 這段經文我們今天再重新看 可能這段經文很耳熟能長 但我們嘗試放開我們自己過去 看這段經文的經驗和傳統 再進入今天的這七節經文當中的時間 看看主耶穌基督有什麼特別的亮光 是要跟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去分享的 OK 當我們去看的時候 看看第三十八節第一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 一開始的時候 耶穌就跟那幫門徒說 他說你們要提防那些經學家 那麼我們知道經學家是什麼 經學家就好像今天 這樣說又不是很適合 又不是百分之一 就是神學家 其實這幫人已經很厲害了 就是他們的經文很掌握 也都有社會地位的 耶穌說要提防這幫經學家 為什麼要提防他們呢? 他說提防他們的原因有四件事 第一 因為這幫人很喜歡穿那些長袍 在街上走來走去 在大街上走來走去 這幫人也很喜歡在市中心 在銅鑼灣 在三里團 在黃虎井大街 然後要人們問他們的安 很尊敬他們的 問他們的安 一看就知道這幫人是高高在上的 經學家要人問他們安 又很喜歡坐在會堂 去到教會的時間 最重要的位置是要他們坐的 其他人不准坐 是留給他們坐的 然後又很喜歡在銀席上面 坐在銀席 在銀席上面坐 銀席是什麼意思? 大家去飲宴過肯定知道 你坐在那個主人家的台 另外那個服務也不同 那塊雞也會在銀席上面 你不是坐在主人家的桌子的時間 是自己這麼快去夾的 有一點點不同 但這裡出現了幾個字很有趣的 他用了一個字叫做喜歡 喜歡穿那個長袍 在街上走來走去 喜歡在市中心 要人們問他安 喜歡在會堂裡面坐高位 這裡沒有說 但是是同一個字 喜歡在銀席上面要坐守衛 我喜歡而已 我喜歡去做那件事 我有一隻十卡的鑽石 戒指 沒錯,本來應該是七一慶典的 回歸的聖宴我才會帶 不是,我喜歡買菜的時候 我就帶 都可以的 很貴的 耶穌這麼奇怪 他喜歡我都不可以 原來這個字的原文很有趣 這個字的原文叫phello 不是phello 不是我女兒的名字 是phello phello 中間多了一個 英文多了L phello 原來這個字的意思很有趣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 他很想 很想人們看到他做這件事的時間 然後他回應 很show off 如果這個字 你用在正面那裡 我很想人家看見我的生命 是反映主耶穌基督的 很想 很feel 人家看見我說的事情的時候 我是在傳福音 這個字很正面 如果是這樣的時間 我不是show off 我是想show給你看 我很緊張 很想你看見 很想你知道 福音那種好處在哪裡 但他不是 他說這班經學家 他feel 他很喜歡 很喜歡 很歡喜 那些人是要問他安 很歡喜 平時不需要穿那件 穆斯蒲出街 我就是穿 因為我要你看見 我就是那個 在社會上面 有地位的經學家 在市中心的時間 你看到我嗎 問我安 在會堂那裡 你留個位給我坐 我是特別的 在賢席那裡 我要坐主人家那一席 本來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但是你再看的時候 耶穌說要提防他們 因為這班人在做什麼 他正在用自己本來的經學家 上帝給他的那個新品 其實他正在炫耀自己 正在show off自己 你說這件事都沒有得罪人 為什麼要防備他呢 我們再看 再看完的時間 我現在覺得第四十節不一樣 四十節他說這班人 做很長的祈禱 很長的祈禱 也不是犯錯 但不是 綠色我標了 是假裝 他批評 批評去做很長的討告 為什麼要做很長的討告 讓人看見這班經學家 其實在說什麼 其實在說 其實我很熟靈 我不單止穿著 祭司袍 即牧師袍 在街上 你看到我的時間 問我安 而我是很熟靈的 你尊重我吧 其實他是在用自己的身份 用一些好像在騙上帝 做一個很長的祈禱 是假裝的 好像告訴別人 我的地位是不一樣的 而這件事都不是最嚴重 耶穌說最嚴重 這班人是怎樣 是吞拼了、吞沒了寡婦的房產 寡婦是怎樣 你要知道當時的情況 寡婦是除了上帝之外 其實他沒有什麼依靠 他可能有小朋友 但是他老公離開了的時間 寡婦是聖殿的信仰群體 應該是要照顧他的 但他們沒有這麼做 不單止沒有這麼做 在信仰群體 宗教的領袖 其實他是在代表上帝 是在彰顯著 如何去眷顧這些弱者 而寡婦就是其中 一個弱勢的社群 是那幫人 宗教領袖 甚至是聖殿的體制 應該是要照顧的 這幫人沒有這麼做的時間 他還怎樣 沒有這麼做的時間 他還吞拼了寡婦的錢 所以耶穌說這幫人 會受到更大的懲罰 馬拉基書三樽五節 給他看的一幅很特別的圖畫 就是他告訴他 耶和華 萬軍的耶和華 是會私人審判的 我特別降低了 特別是針對那些孤兒寡婦 就是他欺壓那些孤兒寡婦 屈枉寄居的人 如果你沒有對他們好的時間 你就不是在敬畏耶和華 不是在敬畏耶和華的時間 他就說什麼 他說這幫人是要做 是要受更重的刑罰 本來這幫祭司長 是應該不是把時間 放在街上讓人去尊敬他 不是穿著牧師寶 到處走的時間 讓人看見他的時間 就尊敬他 不是去到會堂的時候 一定要坐在最重要的位置 也不是去到吃飯的時間 要坐搜壞 而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他忘記了就是要看顧 看看這些孤兒寡婦 他沒有做的時間都算了 他還要吞併那些寡婦的房產 耶穌沒有特別去說 他如何吞併那些財產 那些房產 但是我們打開一些文獻去看的時間 你發現到 在聖殿裡面這些人 其實他應該要做些什麼 他穿起那件木屍袍的時間 不是招搖撞騙的 他穿起那件木屍袍的時間 其實他在聖殿裡面 可能是幫那些孤兒寡婦去申冤 可能是幫那些孤兒寡婦 是把那些祭物獻給這個上帝 也都是幫助他們去解釋那個聖經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沒有這樣做之餘 他還吞併了一些寡婦的房產 雖然他沒有交代 但是文獻告訴他 透過這些東西 你可能會說 你可能要買一隻很貴的鵪鶉 去獻給上帝 買一隻很漂亮的山羊 去獻給上帝 那你的孩子就可以得保平安 你雖然是寡婦 但是你的人生就可以有上帝的祝福 他透過一些種種的藉口 可能就騙了寡婦的房產 先生姐妹來到這個時候 我們再提一提 你說這些東西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我相信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但是耶穌叫那群門徒告訴他們的時間 提醒那群門徒 同一時間今天提醒我們 他提醒那群門徒 也不是叫那群門徒 說你有沒有做這件事 你自己要檢視你的生命 不是 他是把眼前耶穌看見的圖畫 跟那群門徒分享 同樣其實今天跟我們分享 我們看不看見 當前應該屬於聖殿 本來要做工作的事情的時間 其實他沒有做到 不單止沒有做到 而且還欺壓境那些孤兒寡婦 屈枉寄居的人 我分享了兩個故事 有一個故事就是 我是有一次聽牧姐分享的時間 她說的 那個牧姐說香港 其實她認識一個 即是她在教會的弟兄姐妹 有一個中學的同學 那個中學的同學 就跑去做保險 那個中學的同學 就帶了一個弟兄的母親 經常去接觸她 帶她回教會 那是很好的 每個星期日 就是送她回教會 陪她一起回教會 那久而久之 這個買保險的人 就帶了一個弟兄的媽媽 回教會的時間 這個媽媽真的信了主 那信了主 就開始提供這個媽媽 跟她說了 這個買保險的弟兄 就是所謂弟兄 來一間教會 就是那個弟兄的中學同學 買保險的人 就跟那個 就是跟伯母說 你買一份保險 那伯母就覺得 這個年輕人這麼好 你買一份保險 你也不會騙我 以前就很容易找到她 一打電話就很容易找到她 買了保險之後 就再沒有陪伯母回教會 打電話給她 有時候想找一下她 問一些事情 很難找 十個電話可能就 經常都留言 或者說很忙 在見客人 十個電話可能就只有一個電話 找到她 那兩個人 有一次那個伯母進了醫院的時間 她兒子直接打給她的時間 都打了很久才找到她 看見會真的 原來有時候真的不知不覺 我們就借用了基督徒這個名字 其實是做一些 吞活寡婦房產的事情 我們可能不知道 未必一定是我們做的 但會不會我們看到 身邊有這樣的事情發生著呢 還有一個故事 很有趣 這個故事我從來沒有分享過 這個就是我來到北京的時間 很久 可能應該都兩三年三四年 開始就 結合多了 就是 在整個BIC裡面 有些服侍 這樣 有一個很有分量的弟兄 有一次 其實跟我吃 吃雲吞麵 其實跟我分享 一件事 他可能見我 你現在要慢慢 結合多一點 進去整個體制裡面的服侍 他就跟你分享一個故事 他是真實的 他說這個故事 我也相信這個弟兄說的 是真實的 因為他是 很有分量的 這個弟兄 他不是回CMC的 所以你不用猜他是誰 他現在已經離開了北京 這個弟兄就跟我說 他說 我告訴你 在世界某一個地方 在一間教會裡面 這個牧者 其實就做了一個 很大的 就結合了很多人 就是有一個 主要群組 做了很多事情 就要籌款 就開始輸出一些事情 但是突然之間 他就宣佈這個項目 是不再做了 他就沒有解釋 那麼 主要團隊的弟兄姐妹 就追問這個事情的時間 甚至他都解散了整個主要團隊 那些人再去找他 追問他的時間 那些錢呢 那些錢捐了這麼多 去了哪裡呢 他沒有交代 到最後一個牧者 是離開了那間教會的 他說 所以我相信這個弟兄 跟我分享這個故事 是給我一個特別的提醒 你現在進入建制的情況下的時間 給我提醒 同一時間 他給我的提醒就是 你要提醒 提醒不止我自己 你要提醒自己進入的時間 你要成為一個觀察 去監察整個教會裡面 整個建制裡面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相信這個弟兄 是給我一個很大的提醒 那會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是有的 不是說我們自己 是說我們究竟有沒有看見 我們周邊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個是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 包括一個耳熟能長的故事 就是四十一節 我相信大家從小到大 從兒童之後開始一直到廣台上 目者傳道人都分享過很多 關於這個故事 就是窮寡婦的故事 耶穌帶著一群門徒坐在銀庫的對面 看看那些人怎樣把錢放進去 耶穌正在做一個統計 看看那些人把錢放進去 當時那些人是怎樣把錢放進去 你可以看到 聽聲音就能聽到 當時調錢是這樣的 你看到那些圖畫 就是有一個個的兜 所以那些人如果調錢進去 那些錢是銅銀 就會 那你越調得越多 就會很久了 可能幾十秒 那你一兩個小銀就沒有了 所以你聽就聽到 其實不用看的 其實是 那在聖殿裏面有十三個這樣的兜 這些圓形兜 有兩個就是用來做 就是你調錢內的時間 就是用來交聖殿的稅 你知道聖殿有稅的 所以真真正正 我們經常說十一奉獻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舊約記載 去到新約其實就有一點轉變 我經常都說 其實不是說真的十一奉獻 為什麼 因為又有聖殿稅 又要公利未仁 又要將你收納的十分之一拿出來 然後每三年就有一個特別的稅 又是十分之一 所以加起來 如果沒有記錯 我自己計算過27.2 還是27.5 應該其實要付的稅 這個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那有兩個這些圓形兜 是用來付聖殿稅的 有兩個聖殿兜 是用來調錢內的時間 聖殿用來買一些 就是結淨了的小鳥 用來做一些特別的奉獻 有三個這些兜 用來調錢內的時間 就像建堂費一樣 用來維修聖殿 買一些木材 買一些磚拿 甚至買一些黃金 有些地方要補回去 所以有六個這些 有三四五六七 有七個這些兜 用來做一些特別奉獻 因為剩下的六個兜 因為有十三個 剩下的六個兜 就是普通的窮欠 之前那七個兜 都有些特別限制 不是隨便調兩個銀 即是聖殿稅 差不多是迫鎖的 所以我提到的窮寡固 應該是把錢調到另外的六個兜 這是給你們知道聖殿 其實有十三個這些兜 去買錢 而十三個兜 其實有幾個不同的用途 在耶穌採路的時間 他看到很多有錢的人 將這些錢 就是這兩個兜 很多有錢的人 將這些錢調到那個兜 所以是看到的 不用看 只是聽到 調到很多錢 那些人特意拿很大兜的錢 好像去到歡樂世界 搶了很多錢 搶了二百元的銀子打機 一大隊 調到那個奉獻 一直滑到那個奉獻商 所以是聽到的 其實是 但是當中鏡頭一轉 等了一會兒 後來 有一個窮的寡婦 來 投入了兩個小錢 當然這兩個小錢 肯定是投入在那六個普通的捐獻商 所以一調去就 就沒有了 或者就沒有了 那兩個小錢究竟是多少呢 他在這裡告訴你 很有趣 兩個小錢就等於一個銅錢 這個就是兩個小錢 以前的銅就是這樣的 錢兩個很小的錢 這個面子就是你上去搜尋找到的 其實這些是在網上 兩個小錢 馬可提出的就是一個銅錢 這是什麼意思 一個銅錢就等於一個銀幣的一百分之一 我簡單說 一個銅錢就像一元一樣 就等於一個銅錢的一百分之一 就等於一天的工資 這個窮寡婦其實在調多少錢 如果我們今天用一個簡單的計 一天的工資就是一百元 一個銅幣就等於一天的工資 一個銅幣就是一百分之一的銅錢 就是說這個窮寡婦其實是調了一元 而且是分開兩個五毛錢調下去 你說很少 不知是少還是多 對窮寡婦是窮 不知是少還是多 但很有趣 耶穌反而做什麼呢? 在後面我們看到 去到四十三節 耶穌就說這個窮寡婦 投進去的 給他剛才第一回合 聽到的那些人 將很多錢調到那個奉獻箱裡 是更多 本來窮和兩個小錢是很少的 對比剛才四十一節的時間 那些是有錢的人 但是有很多的錢 窮就是沒有錢 沒有錢對比有錢 然後很少的錢 兩個小錢對比很多的錢 然後調下去 但是主耶穌基督 卻是說這個窮寡婦調下去的錢 是比眾人更多 傳統我們來到這個時間 不是傳統 都是傳統 我從小到大 聽主耶穌 然後到《講堂》上有目者分享的時候 都是 來到這個時間 通常會停在這裡 去總結這個故事的時間 是給我們一個很深的教導 就是說 不是看那個量 是看你的心態 不是看你有錢的人 把很多錢放進去 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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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了十几秒 是看这心态 心态就是在一个穷的寡妇 将一个小钱两个五毛钱 很少的钱吊下去的时间 是看见那心态 所以主耶稣基督至44节的时间 还是说这一个穷的寡妇 是将他胜于的 其他人、有钱人将他剩余的投入 这个穷的寡妇自己都不足了 不足到一个什么情况呢? 不足到一个情况就是 原来那两个五毛子 对这个穷寡妇已经很多了 多到就是他一切所有 全部养生的都投入 所以这个故事来到44节 我们很多时候停在这里 耶稣给我们的教证 我们就说 不是看那个量 是看那个心态 是一个穷的寡妇 终现他生活是不足 但是他都将不足的东西 全部将生命放在主耶稣基督 这个圣殿里面的奉献箱里面 是他一切所有的了 甚至他就是依赖这两个五毛子来养生 不知道可以买到什么 买到一个饭头 两个饭头来养生 应该是圣殿其实会供应给他的 其实是 但他不是 他将自己的那些拿出来 我们说这个心态非常好 是值得学习的 来到这个时间 传统给我们看这幅图画 就说我们应该学习这个穷寡妇的心态 不是说那帮有钱的人 放多少钱来 不是说你放很多钱 而是你究竟任何一个这样的心态 而是将你自己所有的都放在美主耶稣基督 传统我们这样学习 这个学习的功课是值得我们继续去学习的 是很好的 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来到这个时间我想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那些人会有这么多成余 那些人很棒做生意 读得输多 那个联络好 识得一些经学家 法力赛人 识论那些人 有办法谈 所以可以摆档在那里买那只银鱼 就贵一点 给市价 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是 但是为什么他会成余 而圣余的人不是去帮助那些不足的人呢 为什么这个穷寡妇会是不足的呢 他不是应该是受圣殿去照顾的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 究竟耶稣在说是在赞这个穷寡妇 这个寡妇是值得赞的 我相信他的心态是绝对是正确的 他真的将生命中所有的全部养生的 是投降在圣殿的奉献箱里面的 但是耶稣在说赞他的同事 还是根本不是真的表扬这个婦人 而是反过来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当前的这个局面发生 如果耶稣基督是赞这个穷寡妇呢 应该很像我们一段很熟悉的经文 就是马可分后面第十四章 你还记得这个 一定记得 一个女人来拿着一瓶很贵很贵 他整年的人工 不知道多少钱 等于如果一天的人工是一百元 就是一百是成三百六十五 三万六千五百元 卖了一瓶香膏 对比这个妇人 哇 那真的差得很远 去到耶稣面前打破了那个故事 我们都知道 将他浴瓶打破 然后耶稣在说什么 耶稣说 请赞他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怪责这个人 他是欠给我的 耶稣是欠给我的 这个人真的 去到无论任何地方 你都要传感这个女人的故事 用来纪念 但是耶稣没有说 没有对门徒说 这个穷寡妇所做的 哇 我们都要在 去到无论任何地方 都要传感这个穷寡妇 去纪念他 不是 如果是的话 好像第十四章 这样去纪念才是 耶稣究竟是不是 说这个穷寡妇 是做得很好呢 我当然觉得他做得很好 他心态上 但是从整幅大图画去看的时间 但是耶稣是否想表扬 这个穷寡妇 还是他想说 为什么有些人是有圣余 圣余就应该好像 马太福音第25章 是吧 就是一杯凉水一件衣服 应该给一些贫穷的弟兄 看他有不圣余 而有些人是不足 有些人不足 所以当我们回去再看 这一段经文的时间 我们纯粹去问一个问题 这个穷寡妇的问题 来到一个时间 这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和刚才看穷寡妇的故事 好像没什么缺带 但是当我们再把坑 在一起的时间 就看到有一件事都是在说的 四十节的时间 就是说那帮人 其实是吞併了 那些寡妇的房产 寡妇本来不应该是这么穷的 但是因为那些经学家 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吞没了寡妇的房产 以至到四十二节 有些寡妇变成了一些很穷的寡妇 可能有些寡妇真的很穷 她本身就是很穷 就是她的丈夫没有留下任何的田地给她的可能 但是圣殿应该去照顾她的 为什么会有些穷的寡妇 是出现在圣殿当中 还要将她两个小钱 以这两个小钱是用来养生所用的 都要投在圣殿当中呢 会不会背后就像这帮人那样吞併了寡妇的房产 就是说你一定要去做这个奉献的 如果不是上帝不会保守你 不会祝福你的 所以以至到这个寡妇 只有两个小钱 这两个小钱是用来养生的 都要将她投在圣殿当中呢 我不是说不奉献 这个故事不是在说这些东西 是在说背后为什么会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两个故事其实表面上看来好像分开 分割 但是其实它是在一起的时间 你认识到原来 有一个键让我们看到寡妇 寡妇为什么会变成这么穷呢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些 去表现自己 show off自己 的经学家 只不过吞併了这个穷寡妇 吞併了寡妇的房产 以至到我们看到 当下有这样的穷寡妇 甚至连两个小钱 养生的小钱都要献上呢 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要看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的时间来到这里呢 你打开整个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对不起 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 就是第十一章开始 其实我们看过了 这些经文 第十一章开始的时间 其实他一进去的时间 已经跟那帮文士法利塞人 经学家紧人等等 那个冲突是慢慢加剧 我们说去到第十三章 我们上次看的时间 那个冲突去到一个 climax 一个高潮位 就是 圣殿到最后都要被查位 所以你发觉到 耶稣在说什么呢 我们回看第十一章 将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间 他做了一件事 去到圣殿那里 就是他结净了圣殿 而且说这帮人是将圣殿本来属于上帝的地方 变成为一个冲窝 我们看了这些文字 去到上次看的时间 预言第十三章 我们看见 耶稣说 去到最后 主要七十年的时间 这个圣殿其实已经没用了 其实当下他因为是冲窝 没用了 但是未知要去冲位 七十年之后要去冲位 冲位的时间 一块石头不搭在一块石头上 这个是我们看见的 所以从第十一章 一直落到第十三章的时间 中间刚才夹杂着我们来读的 第十二章 我们看见 其实会不会耶稣 在和那帮门徒在说 其实你发觉一路进去的时间 圣殿本来应该是圣殿的事 做不到圣殿应该做圣殿的事 那帮人在当中 欺压那些寡妇 吞没他们的房产 以至到连养生的两个小钱都要奉献在圣殿当中 本来圣殿信仰群体是要照顾他们的 但是反过来就要把钱调来 耶稣说这帮人是什么? 是财窝来的 就是用今天我们的术语来说 这帮人是神棍来的 其实他欺负了这些孤儿寡妇的钱 以至到他可以在街上走的时间 穿着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然后人家跟他打招呼 继续去show off 我就想起刚才那个 很有分量的电影 他请跟我分享世界某个地方的牧者所做的事 我不知道真是假 因为我不懂那个故事背后的事情 但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 其实会不会都是在说这些什么呢? 耶稣说那帮人是财窝来的 圣殿本来是属于圣殿的地方的时间 但他变成了一帮神棍 做不到上帝应该要他们做的事 所以第一次我们回去看这段经文第四十四节的时间 这个穷的寡妇 将他不足一切所有 甚至全部养生的都投放在当中的时间 我们要问几个很特别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祂耶稣基督带着那帮门袍 坐在那里看这帮有钱的人 把钱掉到那帮门袍 也看见这个穷寡妇将他养生的小钱 掉到那帮门袍的时间 我们要问几个问题 第一 今天上帝或者主耶稣基督带着我们 坐在一个什么位置 或者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位置 我经常说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祭坛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祖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的是一群衣着干线 放很多钱进去的所谓有名的人士 因为他掉很多钱就很容易看到 还是看到那个寡妇 你明白那个意思吗? 因为今天上帝放我们在不同纲位当中的时间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不看到耶稣昔日带着那帮门徒坐在那里 他没有做到任何事情 他没有立即抓那帮人出来 打他 不是的 他其实就是要那帮门徒看见 看不看到那个穷寡妇 甚至看不看到一个穷寡妇背后 因为社会的圣殿体制之下所带来对整个百姓带来的不宫 弟兄姊妹 我过去这一个多月突然做了一些统计 有空才做 我就问回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过去这两三年 好像整个世界 或者我们自己成长的地方 发生了很多很翻天覆地的事情 我就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以前神学院的老师 我认识其他神学院的老师 认识一些教会、木会的人 我很尊敬的 他如何回应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呢? 我真的逐个去找他 学习用Facebook 现在就适用了 看看他说过什么 然后又有些文章 写过什么 很感恩的 很多我很尊敬的一些老师 例如浸会学院 不是浸会神学院 浸会学院 就是关启文老师 我是很欣赏的 我看过他 很开心 我自己的神学院 跑得很远了 崇基 看看浸会神学院的某些老师 我很欣赏的 他如何回应 然后看看见到神学院的老师 他如何回应 都很开心 看完之后 其实 所以突然之后是真的 今天我们都问一个问题 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 一样的位置的时间 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就问多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说我看到 那在我们的位置上 可以怎样回应呢? 我就有一张 就是我以前存下了 以前CMC的一张 有的时候我都存下了 我自己讲到的主要 这张就是 我特意拍出来给大家看 这张就是 我在CMC里面 在大家当中第二次的讲到 是2006年7月9日 叫做《劝人与神和好》 小帝的名字在当中 也有一个主席 我就不说他的名字 我就称呼他做P.N 为什么会特别说P.N呢? 我在北京回香港的时候 在机场要做很多检测 你们回到香港都知道 整个Journey 打着他这样的嘛 很有趣的 我去到一个櫃台的时候 有一个高级一点的男士 走出来 你在北京回香港吗? 跟我聊天 跟我爹 不知道为什么 我老婆 不是我的老婆 好像几个老婆 我老婆和女儿在不同的窗口 我来到那里 那个人都在后面巡 看到他在北京回香港 跟我聊两句 你认识哪个? 认识哪个? 那个人说 每天都上过去受训的 两三个星期住过 我认识哪个? 我都认识P.N 我都认识P.N 我当然没有告诉他 因为以前是同一间教会 CMC的 我认识P.N 很好聊 很好聊 他还帮我 不用派对你过来 叫老婆和子女过来 带着我们逛了几个月 很开心 所以P.N的名字 留在我路外中 我回到香港 找到以前的教会 牧者去聊天 突然间谈了一个问题 我就跟他说 其实很多政府高官 都是基督徒来的 因为我真的认识了几个 我以前在特匡 也跟另外一个高官 不是合作 其实都是合作 但是他说了 Kilop speech 我们的年轻就后来上去 批识 也应该哭哭了 那些高官 我知道他是基督徒来的 其实在过去这么分乱的环境 他们其实他们 不知道做了什么 就是聊聊天 和牧者 他就说起P.N 为什么会说起P.N呢? 因为P.N是沙孙 少但是沙孙 所以我说P.N是对的 可以说的 P.N是沙孙 他说你知不知道P.N 在背后做了很多事 这两年 我没有看到 但是经牧者把口说出来的时间 我也很安慰 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特别的位置里面的时间 今天 我们是不是按着上帝的公义怜悯 与上帝同行的心去回应呢? 弟兄姊妹是真的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主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 把那帮门徒放在那里面 不是他们做任何的事 叫他们看的 看到的时间 我们看到吗? 主耶稣基督叫那帮门徒看见的 好像今天主耶稣基督带着我们 坐在那里看着前面那些人在做的事的时间 我们看到吗? 他们怎么回应? 这段经文很特别 很特别的原因 就是当我们从小到大都听这段经文 其实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赞扬那个穷寡库的时间 但是第一次会赞扬 当你马可芳从第十一章一路摔 到第十三章的时间 你就看到其实整个过程 在说到第十二章一路 转到第十三章一开始的时间 圣殿要被毁的时间 我们就更加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所说的 不是在赞扬那个穷寡库 而是在可怜那个穷寡库 为什么在一个这样的制度下 其实不是在照顾那个穷寡库 而是要将他养生的两个小前妇 都好像要抢夺、侵吞过来一样 原来同一个故事 我们看的时间是没错的 有一个很正面的学习 但是同一时间一段经文反过来看的时间 原来是有另一边 主耶稣基督帮他看见是另一种的学习 今天主耶稣基督带着门徒坐在圣殿 奉献箱旁边 看着那些人怎么将那些钱投下去的时间 今天主耶稣基督带着我们坐在那里 我们看到的是故事的一边 还是同样看到故事的另一边 这个故事很特别 当我们愿意回应这个上帝 将生命献上的时候 原来不是这么说的 在背后我们真的跟着主耶稣基督 在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 用行动去回应当前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看见的东西 我今天特别在这里 我们用主的信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提醒 我们一起祈祷 基本上我们仰望自己 马可福音是很特别的 马可福音背后你所传递的信息是很特别的 2000年前在罗马的社会底下所彰显出来的 2000年之后 今天你不可以再看见的时间 你同样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提醒 主耶稣基督带着这群门徒 坐在圣殿那里 看着那些人 不是单单看着他们的心态 同样看见 他们所做的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一切 主耶稣基督带着我们也有一个熟灵难征 一个熟灵的洞察力 以至在这个事局里面 你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 放在这样的时间 我们深信主是由你自己的美意 我们看回很多忠于你自己所托的基督徒 神学家 神学老师 教会的牧者 他怎样回应这个事局的时候 主要看见主你就是那个 恨公然 好联盟的上帝 帮助我们每一个 愿望主你这些恩典 让我们有智慧 去回应 你要我们所回应的 他就是这样祈祷 主耶稣保备明智祈祷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